行政長官梁振英說 違法佔領行動告一段落 社會應該反思如何去追求民主 他強調 只是說民主不說法治 是無政府狀態 也不能推翻人大決定 譚文聰報道 行政長官梁振英說 違法佔領行動已經告一段落 社會是時候反思 應該用什麼手法去追求民主 大家應該反思和總結一個十分重要的題目 就是香港追求的民主應該是一個怎樣的民主 我認為香港和所有先進的民主國家 他們追求的和實踐的民主 應該是法治民主 只說民主不說法治的話 這個不是真正的民主 這個只是一種無政府狀態 對於有人提出 會推出不合作運動 梁振英強調 過去兩個月的行動 已經證明是無用 政治問題 政治解決 但如果政治問題出現一些違法的行為 一定是由執法機關去解決 梁振英重申 根據《基本法》 市民有權示威 但一定要守法 落實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 同樣要依照《基本法》和人大決定 NOW TV記者 譚文聰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